哈喽大家好,我是Kelbit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泰国猛男的新闻 我今天一打开社交媒体 就被这一个新闻洗版了 所以在我的好奇心的驱使之下呢 我就去研究了一下这一个课题 然后做一个视频给大家看 那整件事情的一开始 其实非常的简单纯粹 就是有一家即将要开幕的餐厅 这个餐厅的名字叫做Privacy Club 他在本月3月30号呢 会在这个顿拉杖镇开张 那他开张呢就有请到 这一个泰国猛男来作为开幕嘉宾 如果你不知道谁是泰国猛男 你看这一张照片你就懂了 这个泰国猛男呢 基本上就是四个泰国小鲜肉 穿着女装为大家表演 那所以到了这里你就大概懂 为什么后续呢会引发这么多问题 那这一个贴文呢 从餐厅的面子书发布出来过后呢 就引起了这个社交网络的观众的留意啊 因为这些猛男真的是又帅又猛啊 而且这一个餐厅据说还有卖门票 卖多少钱呢 8888令吉而且是现额售卖啊 就是啊 数额有限 先到先得 哇可能 大家都喜欢看帅哥就蜂拥去抢 这一个入门票 那事情来到这边呢 今天故事的其中一个主角就要登场了 就是回教党的 一亲团团长 他就公开在社交媒体发表了抨击的言论 他就说在斋戒月期间呢 我们不需要这种表演的活动 应该要取消这个活动 事情发展到这里呢 就慢慢的从原本很纯粹的一个娱乐新闻 变成一个种族新闻 那这个伊斯兰党的青年团团长发表了 这个言论过后呢 很快就引起在马来社群当中 一股凝聚的声音 就是保守分子的声音 那这一个时候 故事的另外一个主角 或者说配角呢 也出现了 就是首相的秘书 就出来发表言论 他就说根据DBKL 也就是市议会给的这一个报告 调查报告呢 就显示 这一个餐厅 它是没有娱乐执照的 而且他的这个餐厅执照呢 也已经过期了两年了 2021年2月就已经过期了 他也没有更新执照 所以呢 他现在开新餐厅是犯法的 然后这个首相的政治秘书就有发表说 DBKL将会采取行动 对付这一个餐厅 来到这边呢 已经从一个种族课题 慢慢升温到一个政治敏感的课题了 接下来呢 下一个章节就是 餐厅的负责人就反击 这一个首相的政治秘书 他就说 首先 我们只是邀请泰国猛男过来剪彩 没有要表演的 没有 没有 OK 你信不信 你说了算啊 对不对 没有要表演的 纯粹是剪彩 没有想到会引起这么大的轰动 没关系 我们已经取消了泰国猛男的这一个邀约 他们不会过来了 而且 这一个餐厅的负责人呢 就有强调一点 首先 他们不是一家酒吧 所以不需要申请娱乐执照 他们是一家餐厅 而且 他们的餐厅执照 他的有效热期 是到2023年的7月 也就是说 他还没有过期 所以 他 话里的意思就是 首相的政治秘书 在污蔑这家餐厅 整件事情 就来到了一个沸腾点 所以在这一个情况下 就 肯定有一方呢 是在说假话 而目前来看 感觉上 从这一个 证据浮出水面的这一个情况来看 好像 是首相的政治秘书 在说谎 为什么 因为这个餐厅的负责人 有把这一个营业执照 自己给发了出来 那边就有清清楚楚写着 这一个 这个截止热期 这个执照的截止热期 是2023年的7月9号 所以在这一个情况下呢 就引起了很多网民的 碰击 大家可能已经开始觉得 哇 为什么团结政府 要跟着回教党一起极端 为什么要跟着这一个 回教党一起去打压这种表演 本来就是很纯粹的一个娱乐事件罢了 那也有一派人觉得 这一个餐厅呢 真的是 明知道现在整个政治氛围那么的紧张 还做这样子的一个活动 让回教党抓到枪乱乱扫射 就有不同的声音呢 就发酵了出来 总之现在整件事情已经 变到从一个原本很纯粹的 泰国艺人要过来剪彩也好 表演也好 慢慢发酵成为一个种族 乃至于一个政治课题了 那因此从这件事情上面 其实 我感觉 团结政府可能要相对 保持着开放一点的心态 因为你是斗不过回教党的 这一个极端 还有这一个 种族论述的 或者是宗教论述的 那你如果没有办法去捍卫 这一个中间选民 或者是开明选民的这一个 权益的话 其实在这个六周周旋 也未必能够讨到任何的好处 当然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任何证据显示 到底是谁说谎 但是整个舆论的风向呢 已经慢慢开始烧到去 团结政府身上了 因此我觉得 首相也好 或者是首相的政治秘书也好 应该要赶紧灭火 不要让这一个回教党呢 抓到子弹 继续乱乱扫射 以上就是今天这一个 新闻的分析 我们下期影片见 拜拜 拜拜